司马懿下令诛杀此人三族,却漏掉一人,其后代亲手终结晋朝。 公元249年,司马懿发动高平临兵力,解除曹爽大将军的职务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司马懿夺权的最后一役时,曹爽虽然失去了魏国都城的控制权,但是曹爽手中还有天子曹芳,作为曹魏的大将军,曹爽还拥有掌控天下兵马的权力。 在此基础上,毛氏还犯也劝曹爽协位帝曹芳道续昌,可惜曹爽不听。 在司马懿掌控大权后,不仅杀了曹爽等人,也没有放过还犯这个人。 第十,司马懿下令诸杀还犯的三组。 不过,没有想到的是,司马懿却漏掉一人,而且,这个还犯的后代,还亲手终结了司马氏建立的晋朝。 一首先,根据三国志等史料的记载,环范,赴249年,自原则,佩国龙抗,金安徽省淮远县西龙抗镇北人。 为明帝时,环范历任中领军、尚书、征鲁将军、东中狼将、远周刺石等官职。 等到曹芳这位皇帝在位时,环范升任大司农,为曹爽出谋划策,号称智能。 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,环范为曹爽提出,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方案。 如果曹爽能够这样做的话,司马懿的高平陵之变,很可能以失败而收场。 不过,非常可惜的是,曹爽贪图荣华富贵,选择向司马懿投降。 而在解决掉曹爽这一对手后,司马懿也没有放过为他出谋划策的环范。 二在掌握曹魏大权,司马懿以诬告毛反之罪,而将环范送交廷位。 与曹爽等人定位一党,一同处死,并诛灭三族。 所幸,环范幼子环茄得以逃脱,为躲避司马氏追杀,环茄不得不隐姓埋名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就司马氏来说,经过司马懿、司马施、司马昭等人的努力,司马懿终于取代了曹魏,并建立了晋朝。 众所周知,晋朝分为西晋和东晋。 在西晋时期蛰伏的环范后人,终于在东晋时期再次崛起,其中,就环范的后人。 环温就掌握了东晋朝廷的大权。 三根据史料记载,环温,乔国龙抗金安徽怀远龙抗镇人。 环温是晋明帝的驸马,晋明帝东晋王朝第二位皇帝,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二十五年代位,晋元帝司马内长子。 在得到当朝皇帝的信任,环温如同当年的司马懿一样,在征战沙场的过程中逐渐掌握大权。 等到环温晚年的时候,想要夺取东晋王朝的地位,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,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,而未能如愿。 虽然在登基称帝上功亏一篑,但是,环温多年的积累,还是为自己的儿子环玄奸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就环玄来说,不仅没有让环温失望,更为自己的祖先环范报了,当年被司马一诛灭三族的深仇大恨。 四岁后,在大司马环温去世后,环玄席决南郡公,是称环南郡,在东晋朝廷,环玄担任了大将军这一官职,而且被封为楚王。 公元403年,环玄逼静安帝禅坠,在建康。 基江苏省南京市一带建立环处,改元永史,这成为东晋王朝覆灭的重要一步。 在环玄之后,刘玉杀静安帝,立其帝德文,为静宫帝,之后,刘玉又废掉静宫帝,促使东晋王朝彻底越王。 总的来说,对于司马懿来说,虽然想要对环范赞尽杀绝,没想到漏掉一人,促使环范的后代以类似的方式,窜夺了静朝的大权,乃至于逼迫东晋皇帝退位,建立环处。 可谓以其人之道,反至其人之身,对此,你怎么看呢?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